Hello,我是 PT Coach O'Wooly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IELTS 和 PDE 其中一個大不同 就是時間控制方面 這裡有兩點提示可以給你 如果你考過 IELTS 可能你都會知道 IELTS 的考試其實都很像我們以前英文科會考或者 DSE 每個 session 的聽說、讀寫 每一個都會有一個大的時限、一個大鐘 裡面雖然會有不同的提形 例如 IELTS 的 writing 會有短文和長文 短文用多少時間、長文用多少時間 IELTS 不管你全部自己決定 總之你在一個大限時裡 60 分鐘完成就可以了 但 PTE 其中一種大不同就是 PTE 是有獨立計時的題目 同一時間也有限時之內完成幾種不同的提形的題目 例如 Summer Repetit Test 每一題限時10分鐘 就算你第一題的 SWT 只用 8 分鐘就已經完成了 下一題的 SWT 是不會給你 12 分鐘的 仍然只會有 10 分鐘的 但例如 Reading Session 的題目 例如 Fill in the Plants Multiple Choice Reorder Paragraph 等等 而這些就要你限時 32 至 40 分鐘內 要完成這些題目 即是說 MC 用多了時間的話 用 Fill in the Plants 的時間相對就會少了 就像我們平時的考試一樣 總括來說 PTE 會獨立計時的題目有三種 記住就是這三種 Summer Repetit Test Summer Repetit Test Summer Repetit Test 和 Write Assay 而整個 PTE 的提形時間安排 可以看回我上次這條 十分鐘解說的這條影片 第二個 PTE 和 IELTS 的時間安排的大不同 就是 PTE 是不能复卷的 是不能复卷的 在 IELTS 是聽、讀、寫這三個環節 其實你做完之後 你有時間剩餘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复卷 可以檢查你之前的題目作答的答案 即是說如果有些題目 你是之前發現到原來我答錯了 其實你是時間大中完結之前 時刻之前是可以再改的 但有很多第一次考 PTE Mock 的同學 都會發現到 PTE 考試原來真的很趕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受呢? 是因為 PTE 每做完一題 你按 Next 其實你是不能回頭 是沒有 Back This Button 即是說你是無法複合你之前作答的題目的答案 而且在 Speaking 裡面 我們為了防止作答之後 錄入了其他考生的雜音 所以我們往往作答完之後 要立刻按下一題 而下一題又會立刻開始 所以基本上你是沒有一個喘息的時間 所以是 PTE 的任何時候 如果你作答完之後 按下下一題 然後才發現到你之前那一題答錯了的話 不好意思 是沒有機會給你改的 沒有機會給你後悔的 所以很多人會說 PTE 和 IELTS PTE 是會容易很多 我覺得是一個很片面的看法 在時間控制那方面 在作答心態那方面 其實我覺得 PTE 更加需要膽大心勢 因為你要知道 應該給自己多少時間 在那一條裡面 去覆核你那一題的答案 同一時間 你也要強健自己的心態 因為如果你答完這條問題 按下 Next 之後 才發現到 哎呀 糟了 原來上一條是出錯的話 別慌張 別亂 What's not is done 所以已經是沒有得回頭了 你所需要的是 繼續作答好下一題 和餘下的考試 這些呢 除了 One Question Bank 基金之外 都是我無數次的實戰 和考目 和不同的學生經驗 得來總結 你考 PTE 時間控制上面 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希望這條片 可以幫到準備考 PTE 的你 今集的三分鐘 PTE 就來到這裡 我是 PTE Coach O'William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 Like 和 Subscribe 下次如果有些什麼 你想知道 關於 PTE 或者澳洲移民的東西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